我們這一段我們持續來看 英美要派送大禮包的軍援的部分 那剛剛靖平哥已經介紹了 彈簧刀無人機了 這個大禮包 美國的 我還沒講完 美國剛剛在廣告前跟大家講說 這個彈簧刀無人機之外 還有夜視儀 還有彈藥 還有雷射導引火箭 就像我現在平板電腦 給大家看的這個雷射導引火箭 這也是大禮包之一 這個都是美軍最先進的一個武器 包括彈簧刀在內 雖然已經問世十年了 但雷射導引火箭也是出來沒幾年 那這也都是美軍現役最新型的裝備 當然增加他的實戰經驗 對美國和美軍也都有幫助 可以觀察一下 他對上二世武器的時候 像雷射導引火箭 也是具有智慧型的 這樣的一個攻擊能力 而且他的一個彈藥攻擊的精準能力 是跟之前我們所看到的 什麼巡弋飛彈那些 他的精準度會比較提高 所以美國當提供這些彈簧刀一百套 還有雷射導引火箭 若干 應該三億美元 他的數量大概也是一百上下 但是也足夠在現在俄羅斯的軍隊 慢慢轉移他的戰略的這個這個目的地的時候 他開始撤出烏北跟基輔的附近的成交 那美國送這些大禮包 不管是彈簧刀也好 彈簧刀無人機 或者是這個反無人機系統 跟雷射導引火箭 多少對烏軍都有幫助 因為他可以持續讓他幫助他掌握他的空憂 而這個空憂讓這個烏克蘭如虎添翼的是 英國他也不遜多讓 也送出一個大禮包 這個大禮包是什麼呢 英國的大禮包是送出他的星光 這個防空飛彈系統 星光防空飛彈系統 如同像畫面上所看到 他是一個人員吸行師的 可以裝著三管他直接這樣帶著 那他是不管是人員吸行師的三管三連發 或者是車載式的三連發 或者是如果是裝甲車上的話 可以八連發 他這個大概長1.4公尺的一個這個星光飛彈 他是結合一個短程的一個彈道 短程的一個飛彈 然後加上他是用這個雷達 然後去操控 然後直接他的速度比這個 我們看到的刺針飛彈還快 速度高達3.5馬赫 3.5馬赫 他很快 所以對於這種低空中低空的這樣一個 無人機飛行的載具 或者是轟炸機 直升機都是致命的這個目標 他更快更輕更短更遠 為什麼 因為他的射程在從400米到7000米 就7公里 那其實你看到那個不管是刺針飛彈也好 或是我們一般在講一些 人員吸行師的一些防空武器 像這樣的一個星光飛彈 算是比刺針他的這個防衛的距離 還有發射的距離還有速度會讓很多的這個飛機 還有這個飛型物體你看像直升機防不勝防 所以這個是星光飛彈他急落米28這個直升機的畫面 那英國他也很少讓這一型的這個星光防空飛彈系統曝光 那過去因為你看到美國不管是伊拉克戰爭或者是阿富汗戰爭 他在中東或是阿富汗或是非洲的一些出去 幾乎都是美軍的武器大出風頭 你很少聽到英國的 這是英國自己國產的武器 你很少聽到英國的武器有什麼樣的一個特別的性能 或者是他有特別的這個亮相 那這一次我覺得英國 我覺得有一點想要互別苗頭 因為英國跟美國都是在北約體系當中 那這一次也送出一個大禮包 而且搶在美國宣布送他一大堆什麼彈簧刀物能機的這些大禮包之後 英國也馬上國防部宣布說要給這個烏克蘭 一大票的這個大禮包裡面的星光飛彈 我覺得是等於讓這個烏軍如虎添翼 就是能夠讓他掌握了這個滯空的這個滯空權空庸 讓二軍在轉進撤退的時候 他的這個直升機或者是轟炸機或者是戰鬥機 未來想要加大對烏克蘭的空襲跟轟炸 你就要特別小心 除非你用的是巡弋飛彈地對地的 或者是遠程的 你在海面上艦艇上發射的這個飛彈 艦對地的飛彈 那沒話講 可是不要忘記 北約還有包括美國在內 也同意要提供烏克蘭MSN的反艦武器 就是說地對艦 所以如果黑海艦隊俄羅斯的 黑海上他還有艦艇在發射那種艦對地的飛彈 要去轟炸 比如說奧德薩 轟炸烏克蘭哪一個國土或城市的話 他就要小心那個MSN的這個防空飛彈系統 到時候對俄羅斯的這個海上的這個目標 也是會產生很大的這個嚇阻力跟攻擊 烏克蘭國旗再度飄揚基辅近郊的幾座城市 佔別煙硝味 烏軍開心進城 基辅居民也立刻動起來 超市湧現 貢物民眾解除禁酒令後 酒類商品尤其受青睞 我當然是買了濃郁的 當然 這次採買終於不是為了做簡易汽油彈 俄軍撤離除了好好慶祝一番 回歸日常也成為基辅居民立體國家的方式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 我們不只是可以或不可以 因為 這不代表我們忍耐這個情況 我們只是這樣保持 面對敵居沒有自亂陣角 或許是烏克蘭人的共同特質 這裡的感覺很正常 現在是家 我們可以生活一般的生活 一群大學生坐在咖啡廳 愜意聊天 這裡是烏克蘭港口城市奧德薩 當地的大型市場 除了路口堆齊的沙包和備戰路障 幾乎感覺不到 俄軍壓近的緊張氣氛 居民照常生活卻不代表 坐以待斃 我們在奧德斯斯堡圍 這就是他們在製作刀刀 地下市宛如賓工廠 鏡頭前的奧德薩男子 開戰後自告奮勇 魏烏軍製作防彈背心盾牌 你覺得他們會開始 往奧德斯斯斯回到 我們已經打敗了他們 我們會再做 生活要過 但這場俄羅斯挑起的戰爭 烏克蘭也奉陪到底 或許他們才是真正的戰鬥民族 我們來看這樣一個訊息 來 親皇 我們看到的是 他講說 我就賣給他 他為什麼有 說俄軍的無人機 你把他拚拚後發現 怎麼是我美國一個大廠 是美國的這個麥威爾科技 那這個部分呢 我就沒有賣給他 那為什麼俄羅斯的無人機 會擁有這個部分 那這個晶片是厲害的嗎 應該說俄羅斯要買到其他的晶片 這個對於這個俄羅斯來講 其實他只要透過其他的轉手交易 都是有可能做得到的 比如說你看在中國有很多請其他的這個晶圓代工廠幫他做的晶片啊 那俄羅斯的無人機人就發現說裡面有很多這些晶片是來自於中國那邊製造的啊 只是說他規格比較低階而已 所以他本來就還是有機會買得到 這就是為什麼人家在防堵的時候你可以看到這個美國在防堵的時候呢 直接找台積電直接找三星 直接找原來的代工廠直接先從源頭去做管理 這是第一個要講的事情 那第二個要講事情是說 這一次你可以看到美國在援助這個烏克蘭的過程裡面 還有英國在援助的過程裡面 這些東西都派上用場囉 最重要的關鍵是德國說 同意要把這個一批以前蘇聯的這個戰車交給烏克蘭 然後美國也說要把蘇聯制的這個戰車交給烏克蘭 那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喔 美國的講法是講說他要用在哪個用途上面 他是要用在烏東頓巴斯的戰場上面 那這暗示了一件事情 美國這等於提前在暗示一件事情說 在烏東頓巴斯的戰場上面 可能會有一場重要的關鍵戰役在那個地方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今天連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都確認了一件事情 他告訴你說這個俄羅斯的軍隊在退出烏克蘭北邊的戰場 但退出北邊他不是退出喔 退出北邊他有可能是重新整理之後 他是要調到烏東去的喔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烏東的戰場呢 就像剛剛雨潮在講的談判還很遠啊 現在看起來真正在發生的事情是在烏東的戰場 可能會有一場重大的戰役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美國現在做的就是 能圍堵就想盡辦法把俄羅斯現在 你能夠補充新的武器我都把你圍堵起來 讓你不要補充 但是呢你既有的武器能打掉幾台 就讓烏克蘭去打掉幾台 所以你可以看到俄羅斯現在消耗真的很嚴重 這是一個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被發現的無人機喔 這個美高在哪裡呢 請看看這個圖片 這個圖片你有沒有看到上面呢 有很多縫縫補補的痕跡 這個縫縫補用膠帶貼的痕跡 人家才發現說這個無人機看起來是已經缺零組件 然後呢用膠帶再補上去之後想辦法盡量使用 就俄羅斯現在在使用武器的時候已經 欠重力抖到這種程度 所以你就知道對俄羅斯來講 這場仗他打得也不會輕鬆 但是看起來關鍵的重心都會放在烏東戰場上面 特別是我們講說烏克蘭在這個時間 他不是在收復很多的師徒嗎 可是有一個關鍵 在頓巴斯跟這個盧甘斯克這一代 有關鍵的要道叫伊朱姆 伊朱姆這個地方呢 今天最新的效率是被俄羅斯軍隊給拿下來了 所以等於說在這裡呢 俄羅斯軍隊現在想要幹嘛 他拿下伊朱姆這個地方 就是想要對烏東這裡呢 對中間的烏克蘭軍隊造成夾擊的作用 等於這裡有俄羅斯的軍隊 伊朱姆也有俄羅斯的軍隊 由兩方前後來夾擊烏克蘭軍隊 所以等於對烏克蘭來講 其實這個帳也不會輕鬆 只是說現在看起來 美國態度願意支援比較多東西 但是大家就會想說 這帳打到損失成這個樣子 你現在俄羅斯 坦克車也不能坐 因為缺零組件 你如果要坐就缺了那些製導的 那些相關的晶片 然後你如果現在要坐飛彈 現在看起來瞄準導航東西 你也不能坐 所以最先進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那個雖然俄羅斯有買到那些 說黑式的晶片 但真的最先進的部分其實還好 因為我看了廠商的名單 通常用的都不是先進制程的晶片 蠻低階的 比較低階一些 所以等於說先進制程他沒有坐 但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俄羅斯 如果他要坐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戰車 這個飛彈 無人機 他要坐好的這一些的 難度都比較高 但是美國現在一直在支援進去 可是人家現在都在問一件事情 問普丁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況 因為現在已經有很多消息傳出來 普丁現在發現實際戰場狀況 跟他想像中不一樣 就普丁的下面匯報的 跟他自己所觀察到的 還有這些西方國家 跟他通話中所講的不一樣 你知道這最好笑在哪裡嗎 最好笑的是 大家很多人在罵馬克宏 整天都是跟普丁一直講電話 然後叫你去支援 烏克蘭你也不去支援 可是你知道馬克宏 意外發現他有件事派上用場 你知道什麼事情嗎 他讓普丁知道說 他的士兵真的死很多 他讓普丁知道這場仗真的抓到的 他就是來通報訊息的 所以人家來說 在這過程裡面 你看這就是為什麼 美方的情報單位說 那個普丁知道自己 跟實際認知上有些落差 所以把他旁邊有些人軟禁起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普丁在這個時間 看起來嚇不了台 所以今天有一篇最新的 俄羅斯的調查記者 所寫的東西 因為這個歐洲有個很有名的調查記者 叫葛羅哲夫 葛羅哲夫今天發在推特上面 然後我要特別進去看 這一篇在寫什麼呢 在寫說 普丁在這幾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有沒有看 這個圖呢 這一邊這個叫做 俄羅斯的官部長邵伊古 然後這個躺在浴缸裡面的男人叫做普丁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浴缸裡面 這個是紅紅的像血一樣 他這篇報導內容裡面 其實在提幾件事情 他提第一件事情 他在告訴你說 普丁其實有背傷的問題 那這背傷看起來是 以前他從馬上身上摔到地上去呢 摔到地上引起的看起來脊椎有問題 所以他一直有長期的背痛 那這個訊息呢 跟哪一個訊息吻合呢 他剛好跟前幾個禮拜喔 川普時代的負責俄羅斯地區的官員 然後他接受美國媒體Politico所講的 說普丁有長期的背痛 需要吃類固醇 這件事情是相吻合的喔 然後第二個部分呢 他為什麼會泡在這裡面 就是因為普丁身體一直有這個救急 有這個老毛病在身上 就是他背會痛 你知道他那個頸椎的地方壓迫到神經 可能導致他背痛怎麼樣 他的老毛病呢 在他的幾次意外裡面 加劇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普丁就很喜歡裝很神勇嘛 所以他會騎在熊的身上啊 然後他也喜歡騎在馬的身上啊 讓你看起來他很雄壯威武啊 然後又露身才給你看啊 結果沒想到在這個有一次喔 這個冰上曲棍球的活動 普丁去參加自己下去的時候呢 結果摔了一跤跌得很慘 在跌得很慘之後呢 普丁有一段時間就消失 沒有出來見人 那這個報導裡面就是說 當時普丁就是這件事情 讓他背上的傷痛加劇 所以呢這個圖是在幹嘛 這個圖是在告訴你說 普丁有一陣子很迷信 邵一谷他的王部長跟他講的偏方 什麼偏方呢 拿著陸容 而且還要帶有些血的那個陸容呢 泡到這個泡澡的水裡面去泡了 身體可以緩和 所以呢才會有這個很尷尬 很奇怪的圖出現 然後邵一谷跟當時俄羅斯很多的高層 都迷信這種方式 但他凸顯一件事情 告訴你普丁身上的疾病呢 其實對他來說很難受 那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 在他的文件裡面還揭秘了一件事情說 普丁呢 這幾年也深受假狀腺癌的困擾 而且更誇張的是 他說普丁接受這些療程的時候 行程沒有曝光 但是有人刻意把普丁的這個總統醫生的行程給曝光 也就是這些醫生去哪裡 人家一比對就知道 那你就是去了普丁的相關的行工嘛 要不然你這些醫生怎麼可能到那裡去 所以曝光之後呢 才發現說有三位醫生是普丁重要的治療的醫生 其中一位就是這一位 這一位呢 他是誰 他是普丁的腫瘤科癌症的醫生 普丁的假狀腺癌這件事情 看起來在這報告裡面是這樣指出來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普丁呢 對自己的政權和自己的身體都有個不確定性 然後這也造成了呢 普丁現在你看起來是不是跟幾年之前 我們講說樣貌看起來不一樣 還有心智狀況也不一樣 所以這邊報導沒有下結論 但是有很多西方的記者 歐洲記者在推敲說 普丁現在是不是真的 新陳狀況跟以前不太一樣 所以呢 歐洲有些國家領袖怕他走極端 現在在跟他講話的時候 都比較像是扮黑臉跟白臉的角色 好我們看 因為俄乌戰爭兩邊當事國 包括了就是俄羅斯跟烏克蘭 包括是普丁跟哲倫斯基 可是大家看的都不是這樣 我們進一步來看到的是 中國大家在關注 中國會不會搞什麼小動作 給中國很大的壓力 我們來看這件事情 是歐洲峰會 好歐洲峰會呢 歐盟特別警告 因為有跟這個習近平做一個視訊 然後就警告他說 我跟你說 你如果要挺俄羅斯的話 這會對你的影響很大 那習近平他其實是回避掉了 要不要支持俄羅斯這些問題 但是呢 他說烏克蘭戰爭我們立場是這樣 我們是希望勸和 那希望可以好好的達成這個談判的這個部分 那秉鳳姐我請教你現在看到是中國 當然你看為什麼拜習要通話 也是給他壓力 那歐洲峰會也是給他一些壓力 可是中國會做一個什麼樣的抉擇呢 其實這個歐洲 歐洲峰會不管是理事會主席 查爾斯米歇爾或是歐盟的主席 這個馮德萊恩都跟李克強 因為下午四點是李克強 八點是習近平 都跟這兩位領導 中國的領導人直接講了 就是說這個整個 俄羅斯侵入烏克蘭這件事情 已經危害了歐洲安全架構 已經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等等 如果你們介入然後去支持俄羅斯 最重的這一句話就是 我們會重新評估這個歐洲 對於你們中國的印象跟這個角色 所以說這個東西是很嚴重的 你知道兩岸未來 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 歐洲跟這個歐洲 現在是全力支持烏克蘭 可是歐洲對中國跟對俄羅斯的態度 是不一樣 一旦中國陷入這場 介入這場這個烏烏戰爭 然後站在俄羅斯 在變的時候 歐洲在兩岸上面可能也會改觀 所以這個中國這一帳 就是說這個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問題是 他們的回應還是打馬呼嚴 就是說他們就是用他們自己的話講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方式來促談 就是促進他們的和平 這個東西就是要維護一個 什麼自主的這個單自主的國家 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就講一些空話 對但是然後央視在介紹這場會談的時候 也沒有講說直接講歐洲警告中國什麼 美國跟中國已經死對頭了 歐洲對於中國來講 他還是有一些這個想要利用的價值 所以他也不至於跟歐洲完全翻臉 不想跟歐洲完全翻臉 他翻臉他就完蛋了 所以我覺得在雙重警告之下 我覺得他也不至於說真的會這個 因為歐盟也非常坦白告訴他 如果你介入的時候 我們就是全面檢討對你們的制裁 所以說這個東西你看對於蘇聯制裁已經很慘了 像美國一些財經報紙對於俄羅斯的這個經濟的評估呢 就是在今年會整個GP倒退15% 明年會持續再倒退3% 整個俄羅斯的經濟會倒退15年 有些人更說會到蘇聯的100年以前 所以這個東西對於俄羅斯是影響非常大的 所以今年中國經濟也不是很好 他是硬著陸的 他可能如果在這個話 他就是很慘 不是崩潰就是硬著陸 所以我覺得加上二十大要舉行 我覺得這個中國就是在閃避一些責任 閃避一些明顯的 這個不要去觸怒歐洲跟這個美國 但是是不是會偷偷的 在這個盧幣或是人民幣的這個兌換上面 給於俄羅斯一些方便 這就很難講了 但是目前美國跟歐洲 是沒有宣稱抓到所謂中國 去支援所謂軍事跟經濟 俄羅斯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目前我們還要再繼續觀察 這場戰爭到底要怎麼樣打下去 佳玲是不是要做一個補充 歐盟跟這個習近平的這個對談 這個其實某個程度也看出 這個國際趨勢的變化 大家想看看 現在誰可以見得到普丁 我看大概只有習近平 OK 那某個程度 我們無論看到拜登對於G20的這個要求 或是說歐盟對於中國的施壓 某個程度來講也是希望習近平 你要幫我們傳話 告訴普丁 我們會做出哪些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 他也拉住著習近平 拉住中國的衣角 告訴他說 我們的關係已經不好了 但是現在我們願意跟你展開對話 我們的經濟貿易協定可能有機會赴談 那你中國內部的壓力中國內部的經濟民生等等 也不是那麼OK的狀況之下 你跟歐盟的關係也要打好 那我們再看一個 我看到一個報導蠻特別的 他這邊寫說 習近平說不能將全世界綁在烏克蘭的危機上面 這個就是告訴大家有沒有綁在 有 但是習近平他知道說 他其實他其實在幫普丁傳話你知道嗎 他是在告訴大家說 你們不要再綁在一起 我中國我什麼都不會答應 到現在你看都快40天了 你還沒有譴責俄羅斯 他其實某個程度來講 這個小老弟雖然說不是很有道義 但是還算有盡一點道義責任 他在幫普丁傳話 告訴大家說 你全世界不要再跟烏克蘭綁在一起 否則我是一個籌碼你知道嗎 中國其實是對全世界也是一個籌碼 所以這個國際情勢的詭譎多變 我們可以再觀察看看 其實詭譎多變的 還包括國民黨的選戰的部分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真的亂 有夠亂的 亂在哪裡 羅志強 當然他一開始 台北市長也要選 高雄市長也說有機會 現在落點是落在桃園市長的部分 可是明明就已經準備要宣布了 被朱立倫擋了下來 我們一起來看 大六會宣布參選嗎 先等我上去跟黨中央談一下 一文羅志強兩天前才到國民黨中央 談年底桃園市長選戰 隨後他在臉書預告 將直播宣布人生中最重要決定 被解讀將宣布交諸桃園市長 但八個小時後 羅志強聲音兩點發文不取消直播 說原本連聲明都寫好了 但晚間接到朱立倫的電話 談了近三小時 朱立倫還要求他在親命廉價期間 不要對外發言 羅志強兩度預告參選 都被朱主席勸告暫緩 藍一名代以岳飛形容羅志強 說他被12道金牌追殺 黨中央卡槍同袍怒火 更轉向朱主席 這已經拖了這麼久了 會讓大家覺得主席優柔寡斷 沒有辦法帶領我們整個黨 朱立倫是肯定黨的戰將 戰將呢 就黨一定會有最適當的戰場 一定會去支持科學的民調 再加上一方學調 根據平民報導 單一一份內部民調 桃園市長選情 立委魯明哲最高 接著是立委萬美林 羅志強 最後才是呂玉玲 但一位桃園議長邱玉勝 議員陳萬德 強力主導陶市長提名 力挺呂玉玲出現 更有邱玉勝的不排除退黨一說 被認為邪天子引令諸侯 連朱立倫也無法真正做主 國民黨黨中央在桃園的掌控力 是很弱的 邱玉勝議長在過去在桃園的經營 是非常非常紮實 令給誰來參選的話 大家都以邱玉勝意見為意見 藍英帝灣派系啟動圍牆計畫 朱立倫更次次勸退羅志強 如今惹得黨內雜音不斷 黨中央如何平息恐怕很頭大 其實真的蠻詭訣的 不知道在演哪一齣 我們先看到羅志強 他其實在愚人節4月1號 他就說 明天 再去10點 禮拜六的早上10點 他要用直播的方式 我不用找什麼人 我自己一個人 我透過直播方式告訴大家 我的決定是什麼 但是半月兩點 他PO了一個文 他說什麼 不好意思 要出銷啊 很多好朋友早就想到 我要宣布的是什麼樣的決定 連聲明都寫好了 那靖平哥 聲明都寫好了 最後打退堂鼓 是說因為朱主席來電 我們聊了大概 我說有三小時這麼久 他最後就 哇 聽起來好像困難重重 所以他才打了退堂鼓 你是不是秘心要跟我們分享 其實羅志強已經晚了一個禮拜了 晚了一個禮拜之後 又再被那個這個黨中央 又朱立倫打電話給他 所以又把他這個喊咖 STOP 晚了一個禮拜 我的意思是指3月26跟3月27 那時候26號其實很多桃園的記者 都收到通知說 他3月27號就要宣布 就是有重大訊息要宣布 應該就是那時候就是準備要宣布 參選桃園市長 正式宣布啦 那但是後來朱立倫就打電話給他 就跟他說再給黨中央一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其實當時羅志強很猶豫啦 好因為擔心3月22號23號的那個 國民黨中常會不是22號禮拜二 就告訴外界說台南市這個謝龍介會提名他 然後陳以信就不會讓他出來選台南市長 然後就禮拜三中常會就很快的通過了 那剛好陳以信在3月20 21 他才剛完成台南市很多重要的這個定點的那個 戶外廣告看板的位置才剛掛上去 不到48個小時豬洋變色 馬上告訴陳以信說 那個黨部黨專會提名這個謝龍介 所以23號禮拜三中常會就通過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其實羅志強猶豫就在於說 那這樣子2726那時候晚上跟羅志強講 叫他27號不要開記者會 再給黨中央一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會不會到了3月29 3月30的時候 又來複製一遍台南市的狀況 來這個等於突襲他 其實羅志強心裡曾經這樣想 有抵就對了 有這樣的 那後來他還是想想之後 決定再給黨中央一個禮拜時間 就是因為他答應朱立倫黨部希望這個中央 希望他給這個羅志強能夠彼此再給一個禮拜時間 然後他黨部一定會協調 然後會怎麼樣 有一個結果狀況 所以羅志強想想既然已經答應了這個朱立倫 答應了黨中央就就這樣子走好吧 那他也不主動想說他一定要27號就跟大家講 所以後來就這樣子過了一個禮拜 剛好28 29 30是我們桃園市議員的那個 黨內初選登記的時間 所以到二九三十也都沒有什麼狀況發生 可是剛好在二九二十九號那一天 那個黨中央其實也透過黨部的一些重要的 這個主管來找我們每一個國民黨的桃園市議員 給我們一封迷封的信 那個消給我們之前還沒迷封 就是裡面會有一個那個選項 那個紙上面就是第一項 你知不支持在地桃園市在地的人選 如果你支持的話推薦誰 第二項是你知不支持非在地 其實就是空降 那如果支持的話推薦的人選是誰 那第三項沒意見 黨中央推什麼人推什麼西瓜你都贊成 沒有這個西瓜是我們講的 對 黨中央東瓜 這是我開玩笑的 這個沒意見 黨中央推什麼人選你都支持這樣 然後最後在下面有一個簽名欄 簽完名之後你就要立刻把它折起來 然後那個放到信封裡面 那上面也是致年式交代 把它黏貼貼過去 然後交給那個黨公主管 他就帶回去 他要看什麼 那列役給是什麼樣 我老實說 你是支持空降還是不支持 我是寫沒意見 你寫沒意見喔 支持西瓜 支持西瓜 支持誰 還是你寫說 唯一支持黃靖平 我本來是想 我本來是想在下面寫說 你不要問我們 要不然就是我們來當選撤會成員就好了 因為他其實我覺得是會找 想要找議員背書 我覺得找我們二十九個國民黨團議員背書 那你選撤會 那幾位前輩 那就讓我們來當就好了 那幹嘛又叫我們來填寫這個 就有點像當時中常委 在查那個會選的時候 你叫中常委去寫問卷調查 你有沒有會選 你有沒有聽到誰會選 然後在下面簽名 誰會跟你寫 所以我就說 這個寫在地或非在地 我覺得在一些策略的時候 最後你在最後這個關頭 所以國民黨他當時 他有這樣子一個這個狀況 他有他有做一個調查 然後我其實有一個疑問 因為桃園我感受到 就是國民黨覺得我們就很強 反正正文燦做八年之後 重新來過 這就是我們的地板 有這種味道 可是為什麼連一個初選 都沒有辦法去做處理 就是那我們就來PK 搞不好敬平哥 你也可以參與民調 來拚 拚看什麼人的民調比較好 這也是我覺得很奇怪的地方 因為會讓支持者和有些 當然不可不容否認 在桃園支持在地跟支持非在地的 包括挺羅跟反羅的 都有形成兩派的拉鋸 哪邊多啊 為什麼會有挺羅的兩派拉鋸 這種主要就是因為 如果說按照國民黨現在 因為現在剩下在地的立委 有三個人 那個大家常比較討論到的名字 呂玉玲萬美玲跟魯明哲 那如果一民調來排他 所有各式民調做過來 現在都是屬於魯明哲 再來是萬美玲 再來是這個呂玉玲 如果把羅志強 把羅志強放進來的話 就是魯明哲萬美玲 羅志強呂玉玲 民調就是這樣子 一二三四 等等你剛剛講的民調是這樣 可是我們目前感受到一個氛圍 國民黨不是要提呂玉玲嗎 你剛剛講的最後一名的那一個委員 這不是我之前 大概是不是一個月前 對啊你不是嚇到四首 你還要把整個拳頭 吞進去那一次啊 沒有怕羅志強的 如果他的民調那麼 這樣的後面 沒有他也是 沒有怕羅志強 是那個 因為是說地方對於 所以我剛剛說 有另外一派的反對羅志強 就是覺得 我們都差不多整合好了 為什麼要來這個插花 所以我覺得 有一種心結跟情緒在 才會弄得像剛剛桂亞說的 怎麼好好的一個選舉 你就辦一個初選民調就好了 或者是怎麼樣 這也是我一開始講的 你要嘛不是初選民調 要嘛就是民調最高的 最強的 就徵召那個民調最高 最強的 現在報酬看起來很精彩 尤其你剛剛又講出民調數字 如果是那樣排名的話 那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我們持續來切入 還有呢 我們來看看 美麗島電子標所做的 一個最新民調 是在講台北市的部分 市民對國民黨的觀感是什麼 觀感就是 十個裡面有六個討厭國民黨 我們休息一下稍後回來 幫靖平哥提供我們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資訊 你剛剛講說內部民調做出來 魯明哲 萬美林 羅志強 呂玉玲 可是現在 然後我再跟你講一個資訊 如果對比那個民進黨的候選人 陳時中選桃園市長的話 這四個人全都輸 民調都輸給 沒有另外一個嗎 民進黨沒有在假想另外一個人 那如果是陳時中之外 把陳時中就像你剛剛講民進黨的是 在地的鄭運鵬跟鄭寶欽的話 那只有魯明哲跟萬美林 贏鄭運鵬跟鄭寶欽 羅志強跟那個李玉玲都輸給鄭寶欽 跟鄭運鵬 然後對不起是沒有做黃士卓跟鵬紹錦 對不起 這還是要講 因為這是國民黨跟一個企業界 各自做了這個民調 國民黨是我們那個內部 隔十月那邊有委託去做 所以都有一個這個內部的民調 其實他們幾個 那羅志強說 我的民調沒有那麼差啊 他是 他是民調沒那麼差 因為倒數第三 倒數第二不算最差是不是 因為現在是羅志強 現在變成羅志強跟那個李玉玲 在那個 就變成 到底要提羅志強還是提李玉玲 不是啊 那哪有人要從後面開始數 不是從前面開始數的 前面兩個是 剛剛選上立委 然後一個地方有一些狀況問題 我就講得比較曖昧保守 一個女生 所以有一些狀況 然後那可能他想 他也想選 他也是持開放的態度 可是恐怕在地方的勢力講 不是那麼容易 那另外一個魯明澤呢 當過中立市長沒錯 他的的確也是 國民黨在桃園民調最強的也是他 大家也都希望他 那這個羅志強也曾經講過說 如果魯明澤民調贏他 魯明澤最強他就支持魯明澤就好 他也是希望能夠刺激魯明澤出來 可是偏偏魯明澤 他有很多的因素 他也把話講死了 他就是不要選 他就是不想選 所以魯明澤 民調第一的魯明澤沒意願 民調第二的有一些因素 那民調第三的 大家不讓他選 民調第四的很積極 然後地方就整合的差不多 然後就會變成民調第三跟第四的在爭 大家淺顯易懂了吧 好厲害的國民黨啊 我們呢 民調第一的不要 第二不要 第三不要 我們要提倒數最後一名的 來宇少老師 我真的嘗試想去了解 大家為什麼有些人 是會反陳以信跟反羅志強 台南狀況貴都很了解 陳以信在外面講說 其實我在台南的支持度也是很高的 我在台南也有爆發力的 憑誰說的 憑他自己說的嘛 這兩個人會不會因為當過 馬政府時期的政務官 一個是副秘書長 一個是發言人 就把政治看得太簡單 政務官是政治任命啊 那也算是政治歷練啊 但民選的民代 不論是議員立委 或是民選首長 你是不是要接地氣 陳以信只是因為啊 好吧 跟誰示好就不想講 就跟吳敦義示好嘛 才有不分區嘛 在這之前陳以信 有什麼政治歷練 可是陳以信他已經吃到悶虧了 沒有沒有 原來那個新娘不是我 你知道嗎 邏輯很像 這兩個人什麼都想要 羅志強台北高雄桃園都想要 你是台北市民 你是桃園市民 你是高雄人 你怎麼看他 你為什麼什麼地方都想要 然後都沾點鍋 羅志強會說 他最想要選的是台北 因為台北的民調被沒收了 所以他覺得很遺憾 沒有辦法能夠跟蔣萬安一爭 那後來黨部有曾經希望他去高雄 那可是高雄的主力會比桃園大 那最容易接受的就是桃園 他最有機會 所以他就選擇台桃園 我了解 靖平一定會幫羅志強說 但我是從旁觀者 還有搭文山區的選民的立場 對不起這幾年 已經不流行不分區議員了啦 你不分區議員 基本上就是沒有做在地的選民服務嘛 羅志強每天都要幹什麼 對不起喔 我沒有說是葉仁之喔 他每天也是在友台 正義性節目嘛 葉仁之在板橋的服務啊 我板橋的朋友都有口接杯嘛 我還是有幫你說 這是什麼 避免你覺得 我好像講羅志強在罵你喔 那陳以興也是一樣啊 陳以興 台南也想要啦 駐美代表也想要啦 又同時呢 又在佈局下一次跟王定雲選立委 你們會不會把政治想得太容易啦 把選民想得太簡單啦 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啦 只因為你過去當過馬英九時期的 副秘書長跟發言人 有沒有考慮一下 大安文山區選民的感受 有沒有考慮一下台南啊 那一區選民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 其他因素我們都大概知道 北桃園跟南桃園的整合 有人核的問題 有地域的問題 或是呢有資深前輩 還有這個政治板塊的問題 那為什麼桃園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羅志強自己 對我覺得難道他都自我感覺良好 完全都不要考慮到他人 或是別人 反對他的這些人的想法嗎 太貪心有的時候就會兩頭空 那原資我好奇 沒有看過這樣的啦 假設原資 你比較少啦 我們假設 因為你已經在議員的這個位置上面 那假設說你要選立委的時候 不然你也可以選新北市長 那民調做起來 我葉原資我就是在前面啊 可是最後提的是那個 你會服氣嗎 可是現在黨中央做的就是這種事情 其實我要講一下 桃園並沒有說要提呂玉玲啊 這個我不知道 近平的消息哪裡來的 我的瞭解是說 黨中央一定會推出一個最強的候選人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在爆料 你現在在爆料 不是 現在的問題 可不可以弄一個記憑文 但絕對不是呂玉玲的先生 我不能說絕對不會 可是沒有要 現在沒有說是往朝向提名呂玉玲的方向 現在的意思是說 要提個最強的 那呂玉玲的問題是因為 因為現在邱毅盛議長是支持他的 那羅志強也很強 但是羅志強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啦 就是在跑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地的有一些人對他有意見嘛 所以就是面臨到整合的問題 我還忘記不是想 曾經一度還想選基隆市長 全台灣都隨他選就是對不對 那我覺得我也很樂觀 其實他去選啊 可是你要選舉的話 你一定要在地要整合嘛 你是等於是強龍 強龍就是要跟地頭蛇 要和睦相處 我們在四年前的時候 其實也發生過類似的狀況 就是二零一八年新竹縣的林維州 他其實民調也非常強 他也是好像在媒體上很有聲量 可是在地的人就對他有意見 所以後來吳敦議就是 他就說他被做掉啦 他就說他被做掉嘛 後來提的楊文科嘛 楊文科也有選上嘛 所以在我們角度 當然強哥這樣是有委屈啦 確實沒有錯 那可是黨的角度當然是希望說 在佈局上面是可以 方方面面都可以顧到嘛 那所以如果說桃園有一個夠強的 然後呢 在地又可以整合成功 那當然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比較適合人選 那強哥的話 可以去高雄嘛 我覺得 高雄人真的會生氣 我跟妳講 剛剛說黨部希望他去高雄 就蠻適合他的 我覺得啊 因為我們現在台南 他跟高雄的連結 只是因為大學念中央大學 在二十年前選過議員 請問羅志強跟高雄 到底有什麼連結 又一個韓國瑜似的空架嘛 桃園 桃園如果說可以選 桃園如果在地對他沒意見 邱玉政願意支持他 黃靜民願意支持他 我非常 我覺得任何人都有參選哪裡的權利 重要的是你黨要有個制度化嘛 就是說像這樣 很多人在爭取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不要做一個公開民調嗎 今天羅志強三月二十幾號退 那是因為大家放話說 第一個要在地人 第一個羅志強民調最低嘛 那你後來被羅志強發現了 原來他不是民調最低的 民調最低的是有 是那個 準備要被提名的 準備要被提名的人 那他人火大 所以說 他是說我要辭掉台北市的議員 然後來去選桃園市長的 那你今天就問黨中央 你黨是怎麼樣決定這個候選人的 我再講一遍了 就是說你決定這個候選人 就是因為有這個議長支持 然後呢 這個財力也非常雄厚 我請問你又重蹈地方派系的這個 這個復冊了嘛 就是我覺得我這種選舉呢 我還是要負責去跑那個條卡 去綁條卡這種選舉來選嘛 不是嗎 否則李玉玲比萬美玲 在知名度上面還差耶 萬美也是第一屆啊對不對 萬美還會去上電視講一些這個 這個有些什麼意見之類的 李玉玲我有聽過他在 在在表達什麼意見嗎 三屆立委 所以我就說你這個就是你空戰 跟你這個陸戰的一個考量嘛 如果你還國民黨還是停留在 我只要地方派系整合好 然後選舉的時候拿無數的錢財出來打 然後出來這個請吃飯 這個東西的話我就可以贏 那就是你就是跟嚴家 中二選區的結果就是一樣嘛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這樣的話 大家也拿出來一個 一整套的方式來說不便 我沒有要支持羅志強 我只是覺得說第一名不能選 只是因為他沒有錢 好那第一名沒有錢 好那第二名的人呢又有什麼問題 那結果是最後一名選 那我真的恭喜恭喜民進黨 那桃園不是我拿的嗎 正常來講的邏輯啊 如果說是一個黨的領導人主席啊 是不是敏鳳姐會不會這樣抉擇 第一名說他要選 他有一些中毒或是什麼 就是要勸他嘛 說哎呀我跟你講 現在沒力不行啦 因為你是第一名啊 當然是自然要去把那個拱出來嘛 這兩天有一個聲音就是 謝榮介的直指在中立我們國民黨 他爭取提名要選議員的那個謝克陽 他就有拋出一個民調徵召了 就是他就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二零一二年的時候 朱立倫去選新北市長 那個時候周錫維民調也很低 然後馬英九當時是主席就是總統 然後就硬要這個朱立倫去選這個 這個新北市長 然後就是把民調給周錫維看 你就不要再選了 把周錫維硬生生要連任的資格給拔掉了 就跟他這樣講就是民調徵召你朱立倫 否則朱立倫本身也不願意 我幹嘛去躺躺這個魂首我幹嘛選新北市長 所以你要針對魯迷者 如果他對人沒有話 那你黨中要全力支持嘛 那你現在搞到謝榮介在支持羅志強 謝榮介在地方人員也很差 你不要說陳以信啊 這個謝榮介其實在地方派系有人和嗎 議員上面有支持他嗎 恐怕也沒有 因為他也是議員 議員出來選市長其他議員會支持他嗎 其實也很難啊 但是問一次就是說謝榮介有個好處 他可以空戰嘛對不對 那就是你六都上面的人都需要空戰 好聲量啊 國民黨有沒有想過這一點 所以你們想選戰這個目標 根本策略他也不清楚 所以你們就是議員黨啊 就是議員選贏了一大堆 然後議員以上的通通輸啊 你們就是這種政黨不是嗎 那我覺得這個國民黨 這個機制真的要建立起來 我看一團亂 難怪那個支持度一直下降 連一個縣市長的提名的制度 建立不起來很簡單嘛 你如果說先訂一個標準說 我們這個是有黨主旗徵招 但是這徵招的這個根據 有可能是民調 有可能是各地方派系要來協調 那大家就有意的就報名嘛 報名你截止一個期限 比如說你四月四月前 你全部都要報名截止 然後我們就來協調 這很像台南的事情 國民黨百年大黨 連這樣的方法都沒有辦法做好 結果是國民黨的 民進黨那個六都市蔡英文處理 所以我們選民調 那他也有基本的民調 國民黨的市長提名居然是有 台北民家龍也很想選 現在也沒機會 他有民調 你要看民調 你要看一個民調 他有民調 到後來是在民調 我現在也會有民調 到一個直辣市市長的 都一直在做 提名 國民黨沒有在做這些民調 有啊 好 我們先讓家裡來發言 我認為這個制度 還是要建立起來 我說一個直辣市市長的提名 或誰要選 居然是他的老公在LINE 群組去宣布說 確定提名屡一領 那羅志強怎麼會扶呢 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扶嘛 只要你想要爭取 我們現在姑且不論說羅志強 每一個縣市都要選 他不分區議員 但是他的權利啊 那選民吃不吃這一套 那也是選民的權利啊 可是問題是你這個制度 沒有建立起來 這個黨是很大的危機 你桃園這樣做 好 那你高雄怎麼做 那你台中怎麼做 你其他縣市怎麼做 那這些黨員會不會看 會啊 國民黨越來越多 流失很多這個老黨員 那國民黨也很希望 有一些心血加入有沒有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老是年輕的人 都要出走國民黨 因為他得不到一個 制度上的保障嘛 如果連這樣的狀況都沒有辦法 現在不是年輕人要出走 老的也在出走 有沒有 所以講到高雄 就講到一個笑話 這樣不對啦 高雄就一直推李四川 後來李四川自己寫說 朱立倫從來沒有找過我講 要選這件事情 那怎麼一打到朱立倫一個巴掌 你就知道朱立倫這個主席 是不曉得是怎麼當的 你就故意當左邊人放話 說高雄是屬於李四川 傳了快要半年了 結果李四川自己 終於忍不住 自己跳出來說 這件事情朱立倫從來沒有找我講過 請問那這個新聞是從哪裡來的 怎麼傳的 所以我覺得你主席 是運作這個選舉 運籌維吾是純粹用嘴巴 是運籌維吾嗎 你有沒有實際的行動啊 因為沒有張法 來我們看一個部分 謝龍介說什麼 羅志強要空降桃園 我跟你講 在地 你當作在地就怎麼 在地派系未必有助大局 也就是說他是挺羅志強的 對不對 我們再看蔣萬安 來清皇幫我們解讀一下 蔣萬安的心理狀態 蔣萬安說什麼 他如果去選桃園 他認為因為他本來是要宣布了 蔣萬安說 我會給他聽 我覺得在年底選戰當中 他要選這個他會 也很好 蔣萬安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他如果沒有拚 就要唱我 每次去選我 對不對 好 這件事情是這樣 我兩個部分分開來講 第一個部分先講蔣萬安這件事情 蔣萬安支持羅志強不是很正常嗎 你要知道羅志強已經講了多久的時間 他要參加國民黨台北市市長的黨內初選 講很久了嘛 而且還發在臉書上面 臉書破多少讚他就要選 對啊 破百萬啊 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講 這個不是誠信嗎 這當然是誠信問題嘛 雖然到最後不是他自己主動打破這個誠信 是國民黨沒收的這個初選 但是對於羅志強來講 他本來要選的那個初選就是沒有了嘛 所以對於蔣萬安來說 我再講一件事情 這個在過年之前 其實當時本來就有個講話 因為蔣萬安自己也沒有很有把握 羅志強是不是很堅持一定要選這個初選 所以在過年前的時候呢 等於說蔣萬安在相關的參會上 就曾經做過這樣的表態 什麼樣的表態呢 他當時有講 就是說如果這個是羅志強 他也要參加國民黨黨內初選的話 那蔣萬安他就不早點 就等於說不跟大家宣布 也不跟大家太明顯講說他要參選的事情嘛 然後他可能就自己呢 就是私下先運作 然後等遊戲制度再完整一點再出來講 這是一個 那如果羅志強呢 就是羅志強不選 願意讓給蔣萬安的話 那蔣萬安就會比較明確的表態 就像現在大家看到的 蔣萬安幾乎篤定 已經是國民黨只插了這個宣布 還有羅志強讓給蔣萬安這件事 他民調比較低 為什麼要讓啊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只是說當時蔣萬安在參會上 是這樣子講 所以等於說對於這個蔣萬安來講 羅志強當時呢 你看都已經做了這樣的讓步了 所以對蔣萬安來說的話 現在剛剛好而已 你知道嗎 做這樣的表態 那第二個部分 我覺得對國民黨的問題來講是這樣 對國民黨問題來講 是現在對縣市黨的部分 對沒錯 正常狀況之下 各政黨呢 他有兩個考量 第一個考量是要找一個會贏的人 第二個考量呢 是要找自己的遊戲制度要完整 但偏偏這兩件事情對國民黨來講呢 左右之間兩難 為什麼 因為各方想要的不一樣 對於這個國民黨來講 他的制度看起來 過去定的也沒有很清楚 但是要定的很清楚呢 現在看起來又不能夠滿足到 比如羅志強跟這個桃園地方上的需求 那更尷尬的是什麼 剛剛前面不是有提到嗎 說按照民進黨的話 你看這個就是黨主席來徵召啊 但黨主席真的要告訴你 他還有個選對會還要看民調嘛 對啊 可是但是今天對於國民黨來講 現在朱立倫出來講話 拿到國民黨大家就會服他嗎 不會嘛 在這次國民黨一路以來的過程裡面 你看到朱立倫上台之後的狀況 國民黨黨內很多股的勢力 就是沒有要服他 沒有要服他到 其實很多人是想要挑戰朱立倫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些想挑戰朱立倫的 你怎麼搞定下面 你朱立倫自己的威望跟威信 就沒有足以政府這些人嘛 所以才會這些每個都試著每個都試著帶一點風向 帶一點風向 丟一點風向 丟一點新聞出來 就顯得國民黨在看起來在這件事情上 就是沒有辦法整合 所以這裡面反而凸顯出來的是 國民黨黨內的矛盾 來源之我請教你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因為講話最近跟黃珊珊在搭水果 那其實主要有一個部分 是因為柯文哲就在吹捧說 黃珊珊最適合 然後我和高祖 和高祖後面會有文景之志 然後蔣萬恩就講說 台北市民沒有足夠的幸福感跟光榮感 甚至有三成的市民都想要移出了 結果這個部分 我們看蔣萬恩講 黃珊珊她的支持度23% 你如果代表台北市政府的話 那表示七成的市民是希望改變的 後來黃珊珊講說 你邏輯很有問題 國民黨的支持度只有11.5 代表九成民眾認為 蔣經國的孫子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然後蔣萬恩會說什麼 我好遺憾喔 你為什麼用拿蔣家後人這件事情來講 我是感到很驕傲很光榮的 黃珊珊說 哈囉 我不是攻擊你的家事 我攻擊的是你的邏輯啊 你覺得這兩邊的唇槍捨戰 誰比較佔上風 我覺得這樣佔局這樣下 其實對民進黨來講 真的很有利 因為如果我是民進黨的話 我會把我的人選 大概壓到大概七八月再推出來 然後現在還三月嘛 然後四個月時間 就看蔣萬恩跟黃珊珊兩個罵一罵去 罵一罵去罵一罵去 罵到四局 我說坦白這種罵齁 新聞也不太想報 好無聊喔 但是兩個就是有交鋒嘛 我覺得蔣萬恩現在陷入一個困境 就是說 羅宇勳洗衣服的聲量 就大跪 柯文這講垃圾話 死倍 對 最近調出來的 我覺得蔣萬恩的困境在哪裡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之前很多人在講那個藍白盒 那如果說你不去 針對黃珊珊做一些區隔的話 就藍跟白的就會越來越接近 所以他現在必須要去跟黃珊珊做一個區隔 可是跟黃珊珊區隔結果 變成說民調第一的意思是去打一個第三的 等於是你一直把那個第三的民調把它打起來 黃珊珊原本他會有一個基本盤 那個基本盤是國民黨拉不到 哪些基本盤呢 比如說討厭藍討厭綠的 還有就是黃珊珊他現在當副市長 他等於是當副市長第一年 他就開始競選了 他可以透過民政系統 社福系統勞工系統去跟很多台北市的團體 去交朋友 這些團體他拉到也很難被被拉過來 所以他就在他的既有上面 一直不斷的去提高他的聲勢 那所以在民進黨來講 最好就是你們兩個繼續吵 繼續吵 吵到我再推一個隨便一個人四成五 你們兩個 原知我認同你這個聲勢的互相吵 可是我再補充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來分析一下 國民黨究竟怎麼了 台北市民對國民黨的反感度 百分之五十九耶 你覺得是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樣子我們有回來一點 之前不是到六七成 好樂觀喔 我跟你講討厭國民黨有很多理由 有非常多因素 有的是討厭我們兩分政策 有的是討厭我們恨鐵不成鋼的也有 因為台北市場不是侯友宜 然後台北市沒有業運之下的議員 這樣好不好 也可以 新北市反對國民黨也很多 國民黨要有自信一點 即便是新北市黨的滿意度很高 那當然我覺得我們是要去檢討 但我覺得面對黃三菱這個問題 還是要去解決 因為黃三菱講話有點口不遮攔 你看他講說講經國孫子 人家講話是沒名沒姓 難道我講張雨潮 我故意不講張雨潮 我說長得像石板明布的人 可是不是啊 不是就是有點羞辱他嗎 即便是新北市黨的滿意度很高 那當然我覺得我們是要去檢討 但我覺得面對黃三菱這個問題 還是要去解決 因為黃三菱講話有點口不遮攔 你看他講說講經國孫子 人家講話是沒名沒姓 難道我講張雨潮 我故意不講張雨潮 我說長得像石板明布的人 可是不是啊 不是就是有點羞辱他嗎 就是好像我連張雨潮這三個字 我講出來都帶曬到我的嘴巴 對不對 那張雨潮講我不講葉元智 講得像吳彥竹的人 那我真的我也不高興啊 我就快受不了 這是要頭髮的吳彥竹 對 葉元智很高興 不是我覺得說黃三菱 尖鑽刻薄的這種地步 沒有人鋪這樣的梗 你不要做藝人 你就像哲瑋斯一言喜劇就好 那我以後選總統 那我博江吧 是說你看黃三菱他為什麼 會拉高到這種尖鑽刻薄的地步 因為他兩面作戰 一方面他怕柯文哲放棄他 所以他也怕柯文哲把他當作籌碼 去跟國民黨交換 所以他要把國民黨打得很慘 講話要堅穿刻薄 讓國民黨不能接受他 不能來白河 但是他一方面 他又要拉抬自己的聲量 所以他才會變成這樣 那我覺得 我們的確是要仔細思考一下 就是面對黃三菱 到底要怎麼處理 我們現在很多台北市議員 都一在打黃三菱 一打一打一打 確實就是會把他的 我跟妳講 其實是因為台北市政府出的狀況 不是只有台北市的政黨自傳 大家都以為桃園很藍 藍大於利 但我跟妳講 大家最近有一份企業界的 委託民調跟做民調 藍的只有18 民主黨是20.8